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巧补 其实这里的每一款气球卡通 都可以用一条气球制作完成 当然这里有两种颜色的搭配 肯定用到了两条气球 但是方法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用布朗熊和Kitty来举例说明 怎样用一条气球制作一款可爱的气球卡通吧 我们首先吹一条棕色的R60气球 来做布朗熊 好的 吹起来以后 先做一个五嘴巴的泡泡 然后做一个耳结 做好以后再留一个五嘴巴的泡泡 再连接到球嘴 好的 然后再留一个四嘴巴的泡泡 然后再留一个四嘴巴的耳结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连接回来 好 这里要注意一下两个四嘴巴的泡泡都要在五嘴巴的一侧 不要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好的 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 用剩下的气球 做两个三嘴巴的泡泡 好的 然后从耳结的一侧沿着四嘴巴的泡泡中间 连接到另一侧 然后再留两个三嘴巴的泡泡 然后再留两个三嘴巴的泡泡 再从五嘴巴的中间连接到另一侧的耳结 好 做好以后 多余的气球可以去掉了 去掉以后 打叠 叹叹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拿出油漆笔和马克笔 给它画上表情 叹叹 这样子给它画上表情 这只可爱的布兰熊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吹一条白色和一条粉色的260气球 来做Hello Kitty 好的 吹起来以后 把它们的球嘴先连接到一起 再把多余的球嘴修剪干净 好的 连接好以后 先用白色气球 做一个五嘴巴的泡泡 然后做一个耳结 然后再留一个五嘴巴的泡泡 连接到对面的耳结 连接到粉色气球同一个节点 然后再做一个耳结 好的 这样子做好以后 然后用粉色气球做一个四只光的泡泡 连接到对面的耳结 连接到对面的耳结 然后再做一个四只光的泡泡 连接回来 好的 做好现在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用白色气球做两个三只光的泡泡 从粉色气球的上面连接到对面的耳结 好的 然后再用白色气球做两个三只光的泡泡 再从粉色气球的上面连接到对面的耳结 好的 做好以后 两条气球都可以去掉了 然后再打结 再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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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以后 然后拿出油漆笔和马克笔 给它画上表情 再打结 再打结 这样子给它画上表情 一只可爱的哈喽Kitty 你也就做好了 这两个造型是不是都很简单呢 这里要注意的是 长泡泡 都是在上面 用它来做卡通的脸 短泡泡 都是在下面 用它来做卡通的肚皮 这样子就没错了 好的 除了这里的这些气球卡通 你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制作出更多不一样的气球卡通哦 发挥你的想象力 喜欢气球的朋友记得点关注哦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的朋友圈 是CS小咪 我是气球君 让我们一起开心的玩气球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